警察还来了还有消防车都来了 都来了以后他这个事就是说 那个来了以后了了警察已经进来 案件都来了 案件都来了以后呢 案件就说跟警察都说 他说这个要抽样化样 警察当时跟我说 你说你这个图要不要挖着 我说他现在东西都弄了 他一时化为一都没搬来 你想到谁清通了 他说消防车给冲点 冲了以后呢就是说 按时去话我就开始追这个事 当天警察说他案件都抽检化验 还有那个案件列说了 说化验抽检 然后我二十九号我就找 下午就找警察官派出所 那个叫王正警察 他就说你 他说这个事 你要我案件方面 生产在那边案件 那就独带属于案件馆 你环境没有污染呢 属于环境馆 他们有无动经营 他属于这个工商馆 你不能光企业联系 他说我联系案件了 他说你也要联系这个 你自己去找 要追这个案件 跟那个环保 还有这个工商 然后还在九号 我下午不就去追了吗 他上午的时候 还在九号上午是吧 你过来你找到我家的 你几个人 你找到我家 我才五点 你说我认识你是在家赵家堂 就是通缉村赵家堂10号 我认识你 你陪伴我到你那个 摇关镇环境课的看 你好像叫周波是吧 然后你来找我 你说你门口在这个 化工艺体谁破的 我说是隔壁化工厂的 那个破的我已经带出来了 但是到在门口 你给我到的门口 你们几个人 来四个人好像是吧 是吧 来了四个人 然后我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你就 我说你们是到哪个单位的 你说你不认识我 我说我认识你 认识你告诉我是哪个单位的 我知道你记得有哪个单位 你不告诉我 不告诉我 下午我就去找到安检科的 因为下午找警察 找那个邀请说 王政长有警察的 他就让我去找这个 你们环境的安检工厂 我都找了 然后就找安检的时候 我看 找你们环境的时候 看人就在旁边 然后我跟安检的先追了 安检的就说 开始说我们错不了了 你就已经结论了 不是这个有毒气急 我就说了 公安跟你安检本来 就要换个议题进我单 他说没有 这我都知道 然后你 你说你没化验 你怎么说的 不是违化品的 这明显的 这个当时我还不懂得 这些什么呢 有火的 我不知道的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这个 这后来一个概括 他就说 我们已经抽样了 等候 等候调查 谁跟你说 安检的 安检科的 然后我们又抽样 最后说的概括 我们又抽样 等候这个检验结果 我们护局长跟那个 武艺区安检局的护局长 和这个 那个专家来的 他专家来 我都在 然后这个 我就打电话 给他这个 安检局的取报电话 他取报电话的一个女的 就告诉我 他说 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 他说 我来了 他说我们局长 又来了 他说我们局长 刚来就 已经过来了 来到办公室了 他说那个 摇关那个 东方春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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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交易线路 是 他 他 带队的 我们护局长 带队 带专家去的 硬抽样检测了 硬抽样检测了 你等待结果 然后我找到你妈 又找到你妈 你在你办公室 我去了 我就到你 哥比哥办公室了 因为我认识你 然后我到你 哥办公室了 他也跟我说 我们已经抽检测了 你等 你你你 你等待这个 呃 检测结果 抽样了 我们等待结果 你也跟我那说 你跟我说 当时我就打 你们那个 举报电话 环与局的 举报电话 叫那个 甲红的 是接的 他也跟我说 他说我们已经抽样了 那那那那 你等待结果吧 那个 他说这个 呃 你这个 我说你 你你 你练了 练了 你们也说练了 是吧 谁跟什么意思 你们当天还是9号下午 不都跟我说 你也跑到那边 你隔壁那办公室的 哎 那我们练了 又抽样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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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练了 练了 但是 甲红跟我说的 他说我们 9月1号我又去了 对这个事 他说我们这个 环境局里 我们没抽 没抽样 但是我们用 PAS纸就 就在19号 他说你们 呃 那个 阳光环境科里 这种 PAS纸啊 什么意思 PAS纸 用PAS纸检测 我也不懂他说的 他说PAS纸 检测了他化工厂议题门口的 化工厂门口的议题 这也不长啊 啊啊啊啊 议题 化工厂门口的议题 他就是那个 呃 简性的 最维化评 有读到 我们让他走了 让他搬走了 呃 他说 你这个 最后跟他争起来了 我你们都是说谎 然后他们还 是 感谢观看